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轉變立場上週宣佈將向烏克蘭提供 14輛暴氏2型坦克 而隨後美國也宣佈將向烏克蘭 運送31輛M1阿布拉姆主戰坦克 澤林斯基去宣稱 這是通往自由勝利的重要一步 然而格魯斯表示此舉非常危險 暴2與M1作為先進的 高科技主戰坦克到底有何過人之處 德國拉上美國同時向烏克蘭 提供重型武器 原因何在 而主戰坦克到位之後 對烏克蘭擊退俄羅斯 就有很大的作用嗎 為什麼西方對坦克開綠燈 但始終對先進戰機不鬆口呢 今天晚上鳳凰全球連線波恩現場 請到的是德國波恩大學 政治學教授孤學武 北京現場有軍事問題專家白孟辰 雙方連線解讀 美德軍援加碼 俄烏局勢走向何方 來看張聰的追蹤報導 俄烏衝衝突的槍炮聲仍未平息 戰火持續之際西方國家近日宣布 提供多型號主戰坦克加碼 對烏軍援 德國總理舒爾茨早前的25號發表聲明 將向烏克蘭提供暴二主戰坦克 並允許夥伴國援助 而德國方面此番壓力之下的松口 不可避免地將自身捲入坦克大戰的同時 也為波蘭等北約國家 為烏克蘭提供暴視坦克呼吸了道路 再加上美國總統拜登25號 批准向烏克蘭提供 M1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 西方諸國隊伍軍援又一次加碼的背後 是輿論對俄烏戰士擴大的廣泛憂慮 德國民眾28號就湧上首都柏林街頭 舉行示威集會 反對政府提供主戰坦克 並要求通過外交渠道 和平解決俄烏衝突 西方一面升級隊伍武器援助質量 一面又堅稱要置身失敗 俄羅斯方面自然不會聽之任之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就表示 俄方將美西方答應對烏提供坦克的行為 視為直接參與衝突 此外 俄羅斯外交部還譴責 西方對烏軍利用美制海馬斯火箭炮 和北約衛星情報 襲擊盧干斯特一家醫院保持沉默 正是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 直接捲入了衝突 一連串的嚴肅表態不禁加劇了輿論 對俄羅斯反制措施和緊張局勢升級的擔憂 烏克蘭方面的反應也引人關注 烏克蘭副外長近日通過社交媒體 也呼籲德國向烏克蘭提供潛艇等更加先進的武器 烏統統德聯斯基也在29號的視頻講話中表示 烏軍需要新型武器 俄羅斯希望把戰爭拒絕拒絕 把戰爭拒絕拒絕 所以我們必須做時間 我們的武器 必須減輕鬆 減輕鬆 減輕鬆 新開放新的兵器 給烏克蘭 然而 舒爾茨前一天的表態 也是耐人尋味 他表示 德國沒有可能 向烏克蘭提供戰鬥機和地面部隊 並重申相信一切努力 避免與俄羅斯之間發生戰爭 對於俄羅斯和納兔州的戰爭 這就是給我們決定 我們能夠做到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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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俄烏雙方多條戰線的 相互砲擊仍在持續 北約各國軍員能否打破 俄烏雙方膠著的戰局尚未可知 據悉 鮑士坦克等主戰坦克的 交付和培訓使用能須十日 從海馬斯到主戰坦克 對烏軍員的腹部加碼 本則令戰事升級擴大的風險逐漸加劇 近日更有輿論稱 法國方面已經在和烏方 溝通關於提供戰鬥機的相關視野 俄烏局勢似乎正在與 核彈停火漸行漸遠 原烏加碼西方提供主戰坦克 背後有何原因 嚴肅回應 俄羅斯有可能採取哪些反制措施 硝煙未散 俄烏衝衝突和平前景 是否逐漸黯淡 坦克大戰一觸一發 好 德國對向烏克蘭提供 重型主戰坦克的這個立場 發生了重大轉變之後 接下來到底對俄烏局勢的走向 會產生怎樣深遠的影響 今天請出國防嘉賓和記者做深入分析 好 首先請教的是在博恩現場 德國博恩大學政治學教授 顧學武先生 顧教授 我們知道 德國過去對於是否要提供暴式坦克 一直是猶豫不決 甚至是非常糾結的一個態度 但是最後時刻還是鬆口了 你怎麼看德國轉變立場 背後的原因何在 他是迫不得已還是真心實意 舒爾茨這個人呢 他是實際上並不是真心實意的 這個幫助烏克蘭 這個用重武器來幫助烏克蘭 但是現在他面臨的主要的壓力 是來自於兩個方面 在最後的關頭他沒有辦法 最終放棄了自己的立場 第一個壓力主要是來自他執政黨的內部 這個執政黨的內部 本來這個社會民主黨吧 就是屬於一種和平主義的一個黨 但是後一段時間 又出現了很大的一股勢力 就是要堅定的支持烏克蘭 絕不能讓烏克蘭人失掉這場戰爭 黨內壓力大 第二個就是他的這個 這個交通燈這個執政聯盟裡面的三個黨 其中兩個黨是堅定的要求 這個德國政府這個支持烏克蘭 放棄對這個重型武器這個不提供的這樣一個政策 所以德國你看一路走來 從剛開始只是提供一些鋼盔 一到後來一些這個反坦克導彈 到今天的暴室二這個坦克 所以說數字是一步一步的被他的同胞 被他的黨內的執政精英 被他的執政夥伴推向這一步 但是最後他沒有別的辦法之後 因為你這個選民重要 黨內的這個執政的穩定的程度非常重要 他只能做出妥協 這個妥協他試圖最後在一個關口 這個拉美國人墊背 就說你美國人不提供你的這個 阿博拉姆M1號的話呢 我德國人就不提供暴室坦克 他的希望實際上是美國在說不 因為當時在美國的很大的這個軍方 和黨內內部就不願意提供這個坦克 他希望最後關頭美國人就退步的時候 德國人有個台階可下 但是沒想到拜登還是這個迎合了他的意識 這個最後沒有是吧 這個像舒爾茲設想那樣 這個拒絕提供重型坦克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 應該還是被迫地做出了這個 非常艱難的決定 好 德國被美國綁上了戰車 好 我們再來看看說到這個豹2坦克 來請教的是軍事問題專家白孟辰 我們知道這個豹2不僅是德國的主戰坦克 它也向歐洲很多國家提供 那提供我們解釋一下這個豹2坦克 它的過人之處到底在哪裡 對於俄羅斯來說 它害怕這種坦克武器嗎 豹2應該來講是三代主戰坦克裡面 就能比較先進的一個 那麼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歐洲的國家除了德國之外 芬蘭 挪威 波蘭 然後葡萄牙和西班牙 都已經同意提供這個豹2 因為豹2在全世界大概有14 5個國家有裝備這個豹2的主戰坦克 另外它的產量在歐洲的主戰坦克裡面 也是比較領先的 相應的可能比如說 英國人的挑戰者2的產量 可能不到500量 法國人的這個 勒克萊爾的產量不到900量 而這個豹2的主戰坦克的數量 累計產量3600量 因此豹2在這個提供之後 我們說烏克蘭方面 從歐洲其他國家獲得備件 獲得人員的可能性相對來講 要比法制的和英制坦克容易得多 當然德國為什麼會考慮要把美國人綁上 就是因為我們講 美國的M1的總產量是低 大概是10萬零四百兩 也就是說對於這個德國人的看法來講 就是如果說美國人不提供的話 那麼德國的這些坦克提供的話 德國人可能會覺得 他的之前所獲得的這個坦克市場 會有一個極大的損失 那麼豹2本身它的性能 確實是比較先進的 應該來講呢 它的這個無論是從機動性 還是火力還是防護上 包括我們說它的這個電子設備上面 其實比這個俄羅斯現在在戰場上的 比如特級二這些 甚至我們說很多特80和特90的水平 要高得多 而且呢我們說豹2本身呢 它也是一款這個相對來講 對後勤壓力不那麼大的 相對於美國的M1來講 豹2大概可能每公里的油耗 差不多2.2到2.4升 而我們說美國的M1呢 大概能到4.6升每公里的這個油耗 那麼當然二者對烏克蘭的後勤壓力 肯定還是這個豹2要強得多 所以我覺得對於綜合性能來講 對於這個後勤保障壓力來講 豹2可能是現在 烏克蘭方面獲得西方主戰坦克的 一個最好的選擇 好 不論怎麼說 這次德國和美國突然同時轉變立場 向烏克蘭提供重型的這個裝備武器 讓俄羅斯方面也是大吃一驚 但是同時他們也表示 就是來一個摧毀一個 並評論稱此舉是非常的危險 好 那麼到底烏克蘭 從西方獲得先進的暴使武器之後 俄方到底有何反應 這些坦克是否真的能有效應用在前線 馬上來看本台特派頓巴斯地區的記者 盧宇光發回的最新現場報導 烏克蘭方面目前已經宣布 已經像包括西方的 要到了321輛的類似於暴使坦克的 這種先進的這種戰場的裝備 俄羅斯軍事專家也有很多的這種 自己的看法 有一種觀點認為 包括300多輛坦克 對整個1000多公里的頓巴斯前線 發生不了一種質的這種變化 單一方向上的這種先進坦克的 這種組合呢 可能會突破俄軍的一些薄弱的防線 但是呢 你這個戰車部隊的在前線的應用 你首先要有強大的火星保障 包括的油料 包括特別是大家所說的 暴使坦克 它的自重 因為在頓巴斯地區有很多的這個橋樑啊 只根本承受不了類似於暴使坦克的 這種重量 所以呢 對於一些戰略公路的通過 以及這些先進的坦克 在這些戰場能夠發揮到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作用 目前都不好評估 其次呢 俄羅斯專家還有一個觀點 就是俄羅斯也是目前在前線 投入了大量的特90的 新式的坦克裝備 當然了 特90和暴使坦克呢 都是屬於一個時代的 這種產品 雙方之間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特別是俄軍現在 特90坦克的125的滑湯炮 包括它的 熱巡地系統等等 戰場的火控啊 包括 一些的這種 坦克的一些基本的 戰術的 這種標準啊 都應該是說 在戰場上 雙方之間 還有一個 實驗的 這麼一個過程 俄軍專家 還是樂觀地 認為 目前呢 特別是在 敦巴斯地區 進入到冬季 烏軍的 這種320多輛 坦克的 這種列裝 還是需要 通過一段時間 同時呢 馬上就到春天了 開疆期 那麼 在 廣闊的 敦巴斯 一千多公里的 前線 應用 這些重型的 裝備 它的這種 優勢到底在哪裡 所以 俄軍還是在質疑 好 確實是啊 這個不論是鮑2 還是M1 都是德國 美國現在最先進的 重型坦克了 到底這些坦克到位之後 對於提升 烏克蘭整體的 戰鬥力能起到 多大的作用 對於接下來 這個戰場形勢 又會有多大的轉變呢 我們繼續來請教一下 兩位專家 請你們分別談談 各自的意見 首先請教一下 顧修武教授 首先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 德國最終確定的是 14輛 這個數字是怎麼定下來的 以及從你們的角度來看 這個 鮑士坦克就位之後 它就能提升 烏克蘭的這個 戰鬥力嗎 怎麼看 這個德國提供 首先提供14輛 但是後面的提供 還會跟進 這個14輛呢 按照德國國防部的說法是 這個參照了 這個烏軍現在 一個年的編制 所需要的坦克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 才採用的 實際上是舒適的編制 這按照德國國防部的提供的信息 就是說 它是33字 三個牌 一個牌 大概是三輛 三輛 三輛這個坦克 然後33的9 然後每一個排長 這個 再有自己一輛 一輛坦克 再加上這個聯長 和副聯長 各有一輛 總共加起來14輛 是相對來說 比較適合他們的這個 一個編制 所以說這個 現在按照這個角 德國準備提供大概100輛左右 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也就是說 會提供將近這個 這個有一個女的編制 就是這樣一個 一個坦克的數量 我本人感覺是 按照德方的坦克將軍的說法來講 這些坦克 暴式坦克 如果 烏克蘭士兵 在未來的 兩到三個月的運用 自如的話 將會對俄軍產生非常大的威脅 因為這個坦克 還有兩個好處 一個就是戰場的感知能力 要比其他所有的坦克都比較強 就是說 坦克裡面的成員 在作戰的時候 他對於這個戰場周邊環境的把握 非常有效 第二個就是 坦克 它在暴二坦克 對成員的心理素質 有很大的緩衝力 它不會發生爆炸 很多坦克 一旦被擊毀之後 坦克頓時著火 但是暴二坦克 按照德國的國防部發布的消息 就說 這個坦克 它一旦被擊中之後 它並不發生著火 也不爆炸 所以成員基本上不受到傷害 投降或者爬出來都行 但是呢 坦克的成員和整個作戰 這個戰鬥員不會窒息而死 這對於這個英勇作戰的 這個坦克兵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心理上的一個安慰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 烏軍能夠得到 確實是得到強有力的訓練 然後用這個爆炸坦克 組成強有力的 3到5個鋁的這個建制的話 將會對未來的這個戰場的 這個變化發生很大的影響 因為現在我們感覺到就是 感覺到就是 烏軍沒有重型武器 能突破俄軍這個固守的防線 它即使是在幾個重要的關頭 用一個毛戳穿 這個俄軍的手的陣地的話 也會帶來一些戰場上 正面的效果 好 這個武器裝備的先進性 是毋庸置疑 但是光有先進的武器 您剛才提到一個重要的點 能不能操作自如 這也是最後決定 這個武器能不能發揮 最大效用的一個關鍵因素 來 孟誠 我們想請教的是 烏克蘭過去操作的是 俄製坦克 現在突然要轉換成西式的 而且您剛才也提到 M1和豹市 都是高科技的這種主戰坦克 它中間的這個轉換 大概需要怎樣的過程 烏克蘭能否處理的好運用自如 這個問題其實要看 烏克蘭的整個後勤保障的情況 當然對烏克蘭坦克兵來講 其實難度是有的 但是不會想中那麼大 因為烏克蘭自身的坦克工業 其實從2014年以後 也開始大量的採用了 西方的成熟的設備 所以烏克蘭士兵 相對於俄羅斯士兵來講 他對西方的坦克上面的 很多的系統 還是要有一定了解 這點上對他的轉換訓練的難度 應該來講還是有一定的降低 但是其實對於這個 我們說烏克蘭來講 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整個體系 因為你如果說有坦克的話 一般一個旅擊戰鬥群 在一場作戰裡面 展開70輛到80輛 就差不多到一個極限了 那麼這個 但是以烏克蘭來說 那麼你如果真的展開 這麼大的坦克 那麼同時你的炮兵 你的航空兵 你的防空兵 這些是不是能達到 同樣級別的支援 這個我覺得現在 可能從戰場的情況來講 烏克蘭人做不到 那麼對於坦克來講 他確實是在戰場上 可能防護水平最高的 那麼直射火力最強的裝備 但是同時呢 他的機動性跟車輛相比 比如像海馬斯來講 那麼他的機動性比較差 那麼當然他在戰場上面 如果說遭到對方的 這種跟踪的話 可能被擊毀的概率也很高 所以這些我覺得對於烏克蘭來講呢 現在的情況是 坦克帶來的好處是 就是西方先進坦克帶來的好處 就是可能在有一些 這種防守反擊的作戰裡面 甚至是一部分的這種 進攻作戰裡面 能夠形成單車的 性能上的優勢 但反過來說 以體系去壓倒單平台 這個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對於烏克蘭來說呢 現在主要還是去 彌補戰前的坦克消耗 因為中規戰前烏克蘭方面 也是裝備了這個大幾百量的 比如特巴斯這樣的 本國生產的主戰坦克 但是現在這些坦克 我們說基本上在戰場上 消耗殆盡的 所以對烏克蘭來講呢 西方坦克到來 首先解決的是有問題 那麼如果說能夠 用一部分相對比較精銳的部隊 發揮這個西方主戰坦克 比如說在夜間的 這種開始感知能力的優勢 那麼也有可能會打出一些 比較好的戰果 那麼至少呢 能夠一定程度上扭轉 戰場上面在裝甲部隊的數量 包括我們說在整個作戰體系的 這個進攻防禦能力上的這個差距 所以我覺得對於烏克蘭來講呢 這個訓練現在可能是大的問題 而且呢 是不是能夠獲得一些 西方的成熟的坦克兵 這些所謂的工兵的這個支持 這個可能也是烏克蘭 現在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比抓緊訓練本國的士兵 可能要更有效一些 但是總的來講呢 我覺得這個數百量的西方坦克 想要很快的融入到烏克蘭 現有的後勤體系 想要很快形成戰鬥力 這個難度其實是很大的 好 我們來說完 地面部隊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雙方的反空戰 也是一波接一波 那麼就在烏克蘭表示 獲得西方的主戰坦克之後 俄羅斯加緊對烏克蘭的這個空襲 造成了多人傷亡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烏克蘭方面在獲得西方的 海馬斯火箭炮之後呢 也是多次對俄羅斯發起了襲擊 到底在空防方面雙方戰果如何 繼續來看盧有光的垂青報導 1月28號 烏克蘭武裝部隊 利用在馬林卡附近的 這種海馬斯的發射陣地 向盧干斯克發射了海馬斯的 制導的導彈 當場造成一所遺願 14人死亡 24人受傷 當然了 這也不是第一次烏克蘭武裝部隊 利用海馬斯的這種制導的系統 對盧干斯克 敦捷斯克造成民用設施的這種襲擊 不久前我們也是看到1月1號 今年的開年 在敦巴斯郊外的一個居民區 定居點附近的一所專業學校 也是遭到了烏军海馬斯的導彈的襲擊 也是造成了大量軍人的死亡 當然現在這個版本 到目前為止 都烏克蘭方面有自己的說法 俄軍也有自己的說法 在目前敦巴斯的這種軍事態勢下 我們每天都在敦巴斯 每天都是這種 烏克蘭向這個方向進行一個炮擊 哪天沒有響聲的 都覺得不舒服了 就奇怪了 就是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 所以呢 在這個區域生存的這種平民 包括一些記者呢 確確實實每天都是在烏克蘭 這種炮火的控制之下 那麼現在到現在為止 它有一些自導導彈 它說哪就打哪呀 因為敦捷斯克離最近的 馬林卡只有5公里 普通的這個 炮 這常規的炮彈 都能打到這個地方 包括重型排擊炮都能打到 所以呢 在這個區域 俄羅斯聯軍呢 還是加強了對 包括馬林卡周邊啊 包括烏克蘭達爾啊 包括在北縣的克里門那地區 等等等等的這種反擊的力度 今天呢 包括對烏克蘭達爾 這是離 俄羅斯 控制的 敦捷斯克地區 最近的烏爾諾瓦哈 烏克蘭達爾 只有1公里 所以呢 離這個接觸線 只有1公里 你想想 這麼一個絕世態勢 所以呢 俄軍還是加大力度 對這個區域的 烏軍經營了8年的 這種攻勢據點的反擊 爭取呢 能夠在這個方向 突破到150公里以外 那麼就對敦捷斯克 和盧干斯克 不會造成 重大的這種威懾 好 俄羅斯在巴赫穆特前線的推進 確實是有一些戰果的 那接下來 隨著西方的軍事援助 不斷加碼 到底俄羅斯戰局 在2023年會走向何方 下集回來繼續分析 BGM 好 繼續就 無屋局勢的走向來 請教兩位專家 來 過去有教授 我們看到 這個過去這一年 無屋戰爭呢 是進入到一個消耗戰 那麼看到德國 是被美國綁上了戰車 那接下來 這個礦日持久的衝突 看來是要持續下去 在短期之內都難封重駁 那大家就難免想問 現在的這個局勢 這種消耗戰 到底對誰有利 您的分析 我覺得可能如果消耗下去 這個有可能 對俄羅斯相對來說 比較有利 因為從幾個角度講 烏克蘭現在面臨一個 非常緊迫的時間問題 一個時間問題就是說 這個我們明顯的感覺 烏克蘭要是沒有西方的支持的話 他沒有辦法贏著這場戰爭 那麼現在對烏克蘭支持的這個力度 老百姓的感覺 我覺得是有所下降 因為大家有些累的感覺 這是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 美國的大選馬上就要鋪開來了 下一個總統如果是特朗普類似的 這個孤立主義總統的上台的話 那就意味著 美國對烏克蘭軍事援助的終結 或者至少是削弱 所以在2023年來 這個這一年裡面 烏克蘭必然有這樣強烈的 緊迫的時間感 來盡快的脫破防線 奪回他們所認為失去的領土 是吧 也就是剛才這個 雨光剛才佔領那個地區 就是他們首要要奪回的地方 然後試著再奪回所謂的 這個克里米亞群島 所以時間上 這個對他們來講 是比較的緊張 不在意烏克蘭 時間是在俄羅斯這一方面 當然俄羅斯他要注意一點 就是如果西方的火力援助升級的話 也就是像森林斯基總統 今天提到的還要除了坦克 我們現在到手了 現在下一步就是飛機和潛艇 如果這個西方在寂寞走這一步援助的話 那麼有可能就會使戰爭真正的升級 但這是德國最擔心的地方 也是美國最擔心的地方 德國之所以 最後跟美國一直要 一定要拿美國一起 這個提供重型坦克 就是因為德國人說 重型坦克已經使戰爭 升到另外一個程度 我們必須跟美國人一起存在這個責任 好 坦克到位了 如果在不在短時間之內難分勝負的話 那接下來這個局面 可能對烏克蘭非常不利 來 白萌辰你怎麼看 接下來飛機 戰機等其他的這個潛艇方面 西方有沒有可能鬆口 有可能 我覺得現在從這個 國內和國際的這種輿論的壓力來好 包括這個政治精英的這種壓力來好 這個我覺得戰鬥機也好 包括可能潛艇可能都會鬆口 當然鬆口和最後提供我覺得是兩個概念 包括我們說提供之後 會不會有一些後遺症 這個都很難說 那麼現在我們也看到烏克蘭方面 已經開始對國內的機場 進行這種調整 為了這個迎接所謂的 像F16或者像陣風 這些西方戰機到來 那麼再進行一些相關的調整 這些呢 我覺得其實烏克蘭方面 獲得他所想要的裝備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當然可能數量不見得是 能夠滿足烏克蘭的這個需要 但是呢我覺得其實從蒼蠅來講 現在的這個消耗戰 對美國的影響不會太大 但是對歐洲的破壞 當然很有可能會很大 包括在軍員軍貿市場的競爭角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專家 就合物消耗戰 對我們做了一個全新的分析 謝謝您收看 全區連線 我們再會 謝謝 在赤头撕开了风 谁在拾就谁到半空 看来赤头谁能听懂 也许我们就是不同 我早都是光关键的那